好興奮喔 我是第一次追這個觀日列車 好 謝謝 阿里山的日出 一生一定要追一次 看完之後會讓你永生難忘 新的一年 鬼老兔年 我們特地準備了 台灣集聚代表性的美景 在這一元赴始 外向更新的重要時刻 跟大家分享 一起迎向璀璨光明的好兆頭吧 我們現在要去搭 阿里山的觀日列車 然後追日出 你看現在 已經大家陸陸續續 都已經進站買票 然後要去月台 那我們現在已經準備好票了 走吧 出發月台 好興奮喔 我是第一次追這個觀日列車 好 謝謝 凌晨五點的阿里山 一點也不安靜 這對於園區來說 已經是常態囉 遊客們都不敢貪睡 為的就是要跟上 林鐵駐山線的觀日列車 一睹台灣最美的日出 我們現在呢是在對高約車站 然後我們要趕快趕去小莉原平台 因為現在天已經有點亮了 快點 從對高約火車站出來 可以前往三個不同的地方看日出 分別是對高約 駐山以及小莉原三個觀景平台 我們今天的目標是最遠的 小莉原觀景台 所以腳步得加快一點囉 在這個位置上呢 我們可以看到台灣的三大山脈 就是遠方很朦朧的雪山 然後再過來是中央山脈 再來這邊呢就是玉山山脈 然後在小莉原這邊的視野非常好 就是看出去 我們剛好可以看到台灣的前五大高峰 然後今天的日出呢 會從第五高峰 玉山南峰出來 可以期待一下 太開心了 有很多人說呢 阿里山的日出 一生一定要追一次 哇 看完之后会让你永生难忘 太美了 短短几秒钟的时间呢 然后就这样亮亮的一颗像宝石一样 这样冒出山头 那感觉真的是 哇 在心里面 久久不能平息的那种激动 哇 朝阳要出山头的那一刻 等待的心情瞬间欣喜雀跃 原本怕拍不到日出的紧张感一扫而空 希望这种心想事成的好运气 能够持续一整年 太开心了 然后在这边 也要谢谢大家又一年来的支持 我们今天呢 用阿里山的日出 一起迎接新的一年 在这边祝福大家 新年快乐 万事如意 非常推荐大家呢 看完日出不要急着离开 因为你们看 这观景平台呢 它是一个桑拿药水肉临死角的平台 所以呢 你从每一个角度看 都有景 像这边 日出的景 然后转过来 云海先进 实在太推荐大家来小丽园观景台看日出啦 建议大家呢 不用急着赶火车下山 选择用步行的方式慢慢的下山 除了可以拍拍日出之后的云海之外 附近还有很多景点 幸运的话还可以跟台湾地质 一起共进一顿丰盛的早餐哦 苦茶油面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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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香 呀 开动咯 这个看完日出 接着来这边吃早餐 这个行程跟大家说 连我自己都羡慕自己 好香哦 好吃 而且你知道我们一大早 就是凌晨就出門 然後坐火車上來 一路乾乾乾乾乾乾 看完日出之後你知道 體力瞬間會 嗯嗯嗯嗯嗯 然後現在來吃 一定要很大口很大口 哇 暖呼呼的熱茶好棒喔 它不只讓我的身子暖了 我現在手心這樣子捧著這個茶杯 都覺得手心暖呼呼的感覺 好棒喔 這裡呢 我非常推薦大家 就是它從小麗園山 你看完日出之後 就散步散步這樣走過來 然後呢 這邊就是很棒的兩層樓的木造建築 它的前身是阿里山植物園 然後現在就是由廠商進駐 他們把這邊規劃的超級棒 因為呢 這邊就有提供早餐 所以我就訂了兩份這個是苦茶油麵線 然後另外這個是日朝食 苦茶油麵線呢 就是比較傳統口味 但是它吃起來的味道就是非常非常的香 它是用高山的苦茶子下去炸的 哇 這味道真的很棒 然後我現在呢 要來享用另外一份 這個 這個這個是小米饅頭喔 嗯 好好吃喔 然後沾一下他們這個沙拉醬 嗯 它有那個山葵的油醋醬 所以吃起來會有山葵的味道 嗯 很棒耶 在這裡吃早餐啊 就一邊享受 這清晨的時刻 聽著鳥叫聲 空氣非常的清晰 而且呢 這裡有很多值得參觀的地方 順便等一下吃完早餐帶大家去看一看 高海拔的林上 攝氏十度的清新空氣 精益白眉在桌邊跳來跳去 山裡的陰陽早餐特別美味 高山烏龍茶入口的順 鼻腔裡的香 嘴裡的潤 入喉之後的乾 我打開五感 用心的感受著阿里山的一切 大鴨堅匹 我觉得这个很厉害耶 他们其实是用了很多这个茶的元素 然后呢组成台湾 像这样子 然后用木头做媒介 主要就是希望呢 用产业 就是这里的阿里山的茶 跟艺术做结合 让大家可以更深度的认识台湾 哈喽 茶米哥 艺琳你好 好 我来找你喝茶了 这边的茶有好几种品种 待会我可以特别 那个招待你们 那个很特别的 很清香的阿里山茶 我今天可以喝到茶米哥 亲手泡的茶吗 那没有问题 好 那我可以期待一下 那就请你找个位置坐 好 来准备 麻烦你咯 好 茶米哥今天要泡的是什么茶呢 我今天特别准备 我们前几天才做的 那个上等的冬茶招待你 是珍贵的冬茶耶 是 好 一样非常稀有哦 对 我先闻闻看这个 还没泡的什么好不好 你可以拿整个拿起来 好 拿起来 好 好清香哦 来 请开始 好 开始 这个茶壶也是特别的吗 就是 都是那个台湾的陶艺家手辣配做的 这茶看起来真的很新鲜耶 就是手工采的 嗯 茶一新鲜的 就还有那种 还有一点点墨绿色墨绿色的感觉 如果说那个墨绿色茶就是最嫩的地方 可以 可以 闻一下香味 好 吓到 这里面有什么魔法吗 对 我们有温度之后 它的香气就可以 很容易地展现出来 嗯 等一下 我的一只不够耶 好香哦 我现在这个是就是总统级的待遇耶 对不对 对不对 自己讲 可以喝到就是这么顶级的茶 然后还是茶米哥亲手 亲手泡出来的茶 哇 刚刚吃早餐啊 就已经有喝过你们家的高山茶 已经觉得非常棒了 现在又是茶米哥亲手泡的茶 我们去茶洗以后就是 它拌好之后它会稍微再轻油 嗯 好 好舒服哦 欣赏一下这个茶汤的颜色 哇 嗯 你知道香到 蜜蜜蜜都过来了 你地盘的蜜蜜都会过来 对 台湾的山上的野风 嗯 嗯 一边喝着茶 一边听着茶米哥 讲述着阿里山的发展 满满的都是对这片土地的浓厚情感 放弃原本外地市井的前途 在自己成长的地方 用心地让来访的旅客 不只看见阿里山的美景 更能走进这座山的故事里 不管是从今天上来这边 从吃早餐啊 然后逛逛这边就是展览 或者是上面的茶席 或者看到这边的客人 我觉得这种感觉就是 一个人已经很成功了 但是他如果可以在细节上 更加琢磨的话呢 那就是无敌咯 那我们为什么会来这边 我们是希望来到这边的游客 他都能够喝到这块土地 长出来的好茶 带着一颗服务的心 而且真的很多客人都是 人家带来的 介绍来的 来过的会介绍好很多 很多是慕名而来 然后才有机会上来小丽园这边 对啊 是你们的茶香把大家带过来的 回馈故乡的想法啦 所以我们才来这边为大家服务 我们今天还特别帮你们准备 那个茶点 请享用 谢谢 我们这边那个准备的那个龙眼干 你会用吗 会啊 你是这样剝的 我教你剝龙眼干 好 好 那个 你就一次拿两颗 然后压下去 只有一颗会破掉 这样的话就很容易剝了 就是 而且很优雅 是 来跟茶米哥学喝茶 学吃龙眼干 吃龙眼干 好享受哦 想记录这里美丽的回忆 一定要多拍几张漂亮的照片啊 有的人还会带上 国家指定等级的茶叶礼盒 绝对会让收里的亲友觉得惊艳 还可以像逸琳这样 挑张喜欢的明信片 把此刻的心情分享给最重要的人 告诉她 你眼中看到的阿里山 有些什么样的精彩 我们现在呢 又回到了对抗越车站 但是我们不是要搭小火车下山 因为驻山线一天只有一班火车 我们等一下会走官日步道下山 继续漫步在森林当中 但是如果是风红季的时候 你们看这一整排都是红榨醋 台湾原生种的枫叶 非常推荐大家来这边追枫叶 会很美喔 有时候还会遇到辛勤的铁路工程师 搭着台车出任务 是极具阿里山特色的人文风景 我们沿着驻山官日步道往下走 穿梭在林荫与光影之中 享受了一场森林日光雨 官日步道在阿里山众作的步道中 是个很特别的存在 因为在很久以前 前人就顺着这条路 完成了徒步走到玉山的壮举 为原本已经很独特的景致 更增添了些历史情怀 推荐大家可以来走走 亲自感受它的美丽与魅力 感谢观看 请从脚平车站要往阿里山车站的旅客 准备上车 快步车厢 好香喔 我们就坐这个车厢好了 请来吧 哇 非常的幸运 我们从那个观日步道走下来 然后刚好来的这一班车 它就是快木车厢 坐一下 小嘉年轻人负购 等我开心了 我们还要上车的旅客 火車進站囉 然後呢 阿里山車站 它也是一個檜木車站 看出去你看 它的那個梁柱啊 全部都是木頭的 好囉 我們準備要下車囉 好囉 我們準備要下車囉 它除了是全台灣最高海拔之外呢 它的外觀也非常的漂亮 你看 它融合了廟宇建築 很講究線條兩柱 而且它還有一個很美的名字就是 離天空最近的郵局 哇 聽起來很浪漫對不對 接下來呢 我們就要從 全台灣最高海拔的郵局 把明星片寄出囉 OK 下山之後呢 這裡就算是整個園區裡面的補給站 這裡有停車場 遊客中心 還有餐廳跟農特產品 現在呢 我們去為自己挑一個 伴手禮帶回家 為旅程畫下一個完美句點 每個地方都有它獨特的故事 用它們的大自然和人文 寫自己的故事 解鎖人生旅遊清單 搭小火車追日出 在阿里山朝陽的陪伴下 開啟新的一年 希望每個人都光芒四射 續日東升 光明無限 在美景以及特有種動物的陪伴下 共進早餐 平常阿里山孕育出的乾淳茶湯 漫步下山享受一場森林日光浴 再搭一趟森林小火車 到離天空最近的郵局 送出滿滿的祝福 這就是此生必追的阿里山日出 中文字幕提供